大家好,杨风 以色列官方宣布 对伊朗进行连续三轮的攻击 作为报复伊朗 于10月1日 向以色列散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 目标包括了伊朗的防空系统 导弹基地以及无人机基地等 接着,以色列宣布 报复攻击结束了 那么,这是双方往返报复的另一个循环 还是中东地区的局势 进入了新的阶段呢? 以色列这一次的报复行动非常有意思 并且,还有样学样的遵循伊朗的报复模式 一,从10月1日 伊朗向以色列导弹袭击算起 时隔25日 以色列才向伊朗进行报复 二,之前伊朗打击以色列三处军事基地 一,以色列也同样的对伊朗进行三轮的袭击 也同样打击伊朗的局势基地 三,伊朗对以色列报复完之后 说,我们的报复行动结束了 以色列这次也说 报告,报复攻击结束了 以色列和伊朗都说同样的话 对等的行动 这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呢? 这其中的味道可多了 涵盖了大国博弈 带领了战争国家的斗狠 以及区域的军事较量 以色列与伊朗在报复之前 都先撂下了狠话 说一定会进行报复 但是警告完之后 狠话说尽之后 却等了一段的时间 而不是立即向对方进行报复 为什么呢? 因为双方都需要时间思考 也需要时间来谋划对策 来如何进行报复 当然,更需要些时间 和背后的大人商量 如何与对手周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很不幸的 一些人将伊朗之前的晚报复 解读为不会报复 或是伊朗国力不行 没种,伊朗就是怂 有关伊朗是不是怂的问题 我们之前解释过 倒是一些大V的论点 说伊朗国力不行 敌不过美国与以色列 伊朗需要颠量一下 停止针对美以的挑衅 前子的说法只是评论员之间的不同看法 但后者有点令人头疼 认为伊朗怂的 并非是认定伊朗实力不济 主要是认为伊朗没有胆量 但是,说伊朗实力不济 不能够惹以色列、惹美国的 却是严重的误导 有点麻烦 抱持这种说法的 是大陆内部非常有名的大V 我们就不提名字了 但是,这种说法的误导之处是 非但看清了伊朗的实力 也在整体上轻看了 大国实力在中东地区的布局 换句话说 轻看了中俄两国 在中东地区的作用布局 从而误导了许多民众 对国家在中东地区 努力的认知 怎么说呢? 如果伊朗实力不济 真的是实力不济 而且按照此位大V的说法 伊朗最好不要惹美 那么,跟伊朗签订战略协议的中国呢? 在战略上支持伊朗的俄罗斯呢? 岂不是也要跟着伊朗畏畏说说 安分协事 听认美国的安排摆布吗? 这事不适当的战略认知 也是对博弈局势的误解与误导 2019年6月 伊朗击弱了美国一架先进无人机 RQ-4 全球应侦侦侦无人机 美国军方立即派起了战机 想要轰炸伊朗作为报复 但是,中途的时候 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喊停了 特朗普于事后还对此津津乐道 他声称 喊停对伊朗的打击 是因为他顾及了人道人命 那一次是美国与伊朗最接近冲突的一次 我们也因此出了一起的视频 不用混了 也不需要在中东地区支持什么抵抗之乎的武装力量 因为,再怎么做都敌不过美国与以色列 如果再继续推演下去 那么,干脆解散抵抗之乎 从此顺从美国与以色列的意志就好了 还做什么抗争呢? 对吧?完全没有必要 再说了 这种论点等于是 把中俄两大国当成是空气 什么上海组织 什么金砖组织的都无法施展开来 那还争什么独立自主呢? 至于一带一路计划 依照那样的论点 在美国与以色列 横霸中东地区的局势下 也只能够龟缩起来 难以开展 所以,我们衡量国际局势要看大局 触角要够,要看全面 按照我们的说法 中东地区进入了新的平衡 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 这个说法我们之前提过 今天是确认了 从去年10月8月冲户以来 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 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此趋势确认 中东地区进入了新的阶段 新的军事 第三点 虽然以色列军力强大 中东小霸王的称号也不是假的 但以色列得要服啊 服什么呢? 服从大国势力的博弈格局 2023年10月 当以色列决定集结30万大军 封锁加沙地区 来彻底消灭哈马斯的时候 有些人认为 以色列此举是小题大做 犯得着要动用30万大军吗? 其实以色列还真的没有错误的估量 30万大军全都开进加沙地区 有点夸张 但是大部分的兵力 是用来震慑周遭敌对以色列的势力 以色列怎么都没有想到 他所面临的局势 比他预估的预计的还要严峻 有多么严峻呢? 我们以简单两点来解释 一 向以色列发动袭击的阵营 采取了新的战争模式 也就是去年冲突爆发之初 我们说的导弹加上无人机 加上火箭弹的模式 再加上游击运动战 二 以色列所面对的 不再只是阿拉伯国家联盟 也不只是伊斯兰抵抗之湖 背后还有中俄两大国的势力 从而形成三层架构力量 这是非常强大 迁一法动物权生的力量结构 以色列真的没有错误 30万大军 一方面是需要 另一方面是显示决心 对外震慑 只是形势比以色列想象的要严峻得多 30万大军像是打在棉续上 再加上 F-35隐身战机也没用 打在棉续上是武侠小说的用语 如果不太理解的话 请参考一些武侠小说 以色列不是没有尝试过 一来 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二来 以色列原以为伊朗未必会反击 但是没想到 当以色列动了黎巴嫩真主党后 立即招来伊朗200枚导弹的报复 以色列动真主党 的确是触及了中俄裔的三层架构力量 但不用说 从以色列这次的报复行动可知 不理想 不如以色列的想象 也没有之前的狠话所形容的规模 正如我们之前的预测 以色列大概率的 不会攻打伊朗的核设施 同时 以色列如果真的攻击伊朗的石油设施 得要仔细的考虑一下 因为伊朗也可以向以色列的大城市 人口密集的地方 或是影响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打击 造成以色列的经济损失 所以 以色列在这一年当中 再怎么翻 也翻不出这新的局面 以色列只能按照伊朗的报复模式 双方都很有默契地 依循这个模式 向对方报复 从而形成新的江湖规矩 大局已定 就连美国也无法轻易地改变 何况是以色列呢? 从以色列此番不得不接受新的江湖规矩 背后的美国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 之前网络有个说法 认为这是美国与以色列的阴谋 想要趁此机会 趁着巴尔冲突的机会 让美国重返中东 因为美国于2021年 从阿富汗撤军 等于是进行了一次的战略收缩 这种说法就突兀了 美国已经进行战略收缩了 从此不会轻易地在中东地区用兵 只会打代理人战争 更何况背后有中俄两大国存在呢? 尽管趋行的冲突有利于美国 但美国不会希望冲突过大 那反而让美国有利的局面变成不利 还是那句话 大格局已定 就连美国也无法改变 因为这个世界 已经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 一家说了算 1991年苏联解体后 中东地区是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 如今不再 那么 新中东格局是什么样子呢? 从区域国家来看 为以色列与以伊朗为首的 抵抗之湖两个阵营 从背后的大国力量来分 形成中俄与美国的对峙 双方各有地盘 从整体来看 现在是一个新的均衡 在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联盟 也就是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 是采取较为中立的立场 在一定时期内 不会过于偏向美国或是中国 然而 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偏向中立的立场 对美国是不利的 因为过去三十多年来 这些国家是偏着偏向美国的 从变量来看 处于变动的一方 正是阿拉伯国家联盟 今年 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紧张之际 处于两国之间的 约旦与伊拉克 曾经暂时关闭领空 两国关闭领空 意味了不偏向哪一方的原则 为什么不偏向哪一方呢? 一方面是借此局限两方冲突的规模 二方面也是显示立场 你们 拼你们的 不要把我扯进来 换句话说 等你们双方拼出个胜负优劣 我再来考虑 尽管 一些阿拉伯国家采取较为中立的立场 难道刚刚形容的是双方军事 无从打破 将一直持续下去吗? 非也 这些阿拉伯国家 只是在军事与政治上 尽量保持中立 但是在另一方面的态度 却是不同 阿拉伯国家都多多少少进行了 去棉化的措施 本币贸易结算的规模也在扩大 政治与军事上偏向某一方 会过于明显 但进行去棉化 可以慢慢的进行 美方难以有效阻止 这就是奥妙之处 我们做一个总结 当中东地区两大力量处于新的均衡 除非其中的一方贸然腰战 否则新的均衡 其决定性的改变 将出现在当中的阿拉伯国家联盟 也就是出现在刚刚形容的变量上 这正是中方所要的 中方并不着急 美方也需要时间来喘口气 不给予定出胜负 分出结果 如果跟以前的局势相比 这反而是中方取得一致阶段性的胜利 阶段性的目标达成 最后跟大家提一下 过去我们曾经提及一个观点 我们的频道是要争取话语权的 也希望大家支持 订阅 为了争取话语权 我们有时候不得不反驳一些说法 澄清一些概念 但也不能够常常的反驳 反驳多了 人家会认为你在趁乐度 要不就是产生江湖恩怨 但是遇到一些重大概念 又不得不反驳 不反驳的话 就是任由一些不适当的说法 大行其道 混淆了概念 误导了大众的思维 我们处于两难的当中 所以这一次我们只是先说我们的观点 等到确定事情的趋势之后 再来澄清之前一些其他的说法 希望大家谅解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 杨风视频 杨风天下谈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平安 周末愉快